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诗阳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和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 是连接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桥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 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 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 本周文化时分推出特别策划到博物馆去 带您走进各地特色博物馆 感受近年来我国文博事业的蓬勃生机 位于宁夏南部的固园是东静关中 西出河西 北上河套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 起千年里 固园不仅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转站 更成为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传播的文化重镇 今天的文化时分 让我们跟随记者 一起走进固园博物馆 聆听销关古道的回响 重温丝绸之路的繁盛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夏固园市东南部的销关 也是史书记载中的东寒谷 南小五 西散关 北销关之中的销关 销关自古就是关中地区通往西域的交通要塞 诗人王维在《史智赛》上这首诗中写道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销关逢后继 都护载燕燃 也许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王维诗中所描写的景致 那个时候更是有大批的外国使节 胡客商贩来往于这段丝绸之路上 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也由此展开 今天如果我们想要穿越历史 寻找当年的痕迹 探寻思路传奇 那还有一个地方不容错过 那就是宁夏固园博物馆 固园博物馆馆藏文物约两万件 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23件 足以让这个地处西北小城的博物馆傲视群雄 一件件文物就像一把把钥匙 可以打开丝绸之路上的秘密宝盒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根据雇员周治所复原的 明清时期的雇员古城 雇员他除了在丝绸之路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之外 由于他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当时非常著名的军事重镇 展厅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雇员境内出土的大量玉器 青铜器 然而这些都不是雇员本地所产 根据专家介绍 先秦时期在新疆 甘肃 宁夏雇员之间 有一条玉石之路 青铜之路 玉器 青铜器顺着这条路自西向东而来 中原生产的丝绸 瓷器等产品 沿着玉石 青铜之路由东向西运送 中西方商贸 文化交流 在这条大道上连绵不断地展开 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厅金石红篇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是关于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一个篇章 这里展示了大量的具有异域风格的经营器 高鼻深目的胡人形象陶勇 以及壁画人物等 我身旁的这件器物叫做六金银湖 是雇员博物馆内的镇馆之宝 同时它也是最能反映丝绸之路东西交流的 国宝级文物 流金银湖通高37.5厘米 最大附近12.8厘米 重1.5公斤 这件器物及汉街 雕刻 流金 断赞等相关工艺 于一身造型别致精美 从外形上看 这件流金银湖具有非常典型的波斯塞珊经营器的特点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石凹槽柱式纹样 它源于希腊建筑中的凹槽形式的柱子 另一个就是凸起的莲珠纹 这种纹是在中西亚地区非常流行 流金银湖湖柄上著有高鼻深目 头戴贴发软帽的胡人形象 是当时中亚巴克特利亚人的形象 也就现在的阿富汗北部地区 而又在咱们中国的雇员地区发现 那么当然这三个点连成一线 那么由此可以看着当时欧亚大陆上 那种丝绸之路之间的交流与往来 1983年 流金银湖出土于宁夏雇原市圆州区南郊乡深沟村 为北周时期驻国大将军李贤夫妇合葬墓中的陪葬品 李贤墓还出土了图丁玻璃碗 清津石介质等 这些都是舶来品 同一时期的田红墓出土了五枚东罗马金币 反映出古代东西方之间贸易往来的盛况 以及雇原在中心文化交流和国际商业贸易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北朝至隋唐时期 来自中亚苏特人几乎成为丝绸之路贸易的垄断者 中国古代史书称他们为朝五九姓胡商 20世纪80到90年代 在雇原南郊发现了朝五九姓史性家族墓地 其中墓志明记载了隋唐间史性家族流域雇原的事实 这个展厅展示的是朝五九姓史性家族墓地出土的一部分文物 出土的文物非常丰富 有墓志明 正墓术 金幅面 还有莱普什印章 金记纸 中西文化交流非常明显 史诗家族墓地的发现 证明了顾原是丝绸之路沿线 苏特人在中国境内的重要聚居点 苏特人能歌善舞 唐朝流行的胡旋舞 胡乐等 很多都受到往来或定居的苏特人的影响 看我身旁的这对唐代时刻胡旋舞墓门上 各有一位胡人在小圆坛上旋转跳跃 像是在斗舞 方寸之间的舞姿是非常的美妙 根据墓志记载呢 这墓主人啊 生活在武则天时期 是朝五九姓的何姓人 这对墓门呢 是复制品 现原件呢 藏于宁夏博物馆内 时刻胡旋舞墓门 1985年出土于宁夏延迟县 苏布景乡的六座唐代墓葬 这两扇墓门正面遭磨光滑 中间各遣雕一个跳胡旋舞的南纪 五姬是卷头发 大胡子 深目高鼻 胸宽腰细 体魄健壮 两人手持长筋回旋队伍 生动再现了唐代圣级一时的胡旋舞形象 见证了宁夏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碰撞 比方说 三百多斤的安禄山 跳起胡旋舞来 奇迹如风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更是写下 咸古一生双秀举 回雪飘摇转棚舞 这边呢 为大家呈现的是一组波斯献狮故事 那首先呢 我想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 大家知道狮子是什么时候 进入到中原地区的吗 不知道啊 那对大家通过图板呢 可以了解到北威年间的时候呢 狮子已经进入到了中原地区 也就是公元524年的时候 发生在固人的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 也就是高频起义 那这场战争当中呢 就提到了狮子 大家通过我们的图板呢 也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 狮子进入到中原地区的这个故事 而且呢 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呢 可以得知丝绸之路的通畅 丝绸之路呢 除了让我们了解到文化之间的一个交流 还有物种之间的传播 出土于唐代史氏家族的镇木兽 虽说是人们想象的驱灾辟邪神兽 但从牙齿 棕毛 前爪上 都能看出狮子的模样 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狮子 逐渐演化成为传统中华文化中的祥瑞代表 今天啊 来到咱们古院宝贯 来看到了这个古院的这个古城的世界 今天想到是几百年前是怎么样 现在几百年以后又是怎么样 这个对比 所以我们整天看来就是终生难忘 丝绸之路使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联系在了一起 欧亚世界加深相互了解 开拓了人们的视野 对其他文化的包容带来了更为多元的文化 体现了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 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融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我们继续相约文化时分